出生在五座世家 天生六指 传承了世代五座技能 成为一位现代的刑警法医 欢迎收听六指法医 敬请订阅 点赞 分享 第243集 我脸色一沉 按麻自己没运上身 刚回来就遇到案子 外面警铃响起 说明有恶性案件发生了 我快步冲出办公室 来到一楼大厅 马如龙等人已经集结完毕 王大海正拿着手机打电话呢 看王大海的表情 恐怕这件案子不小 小林啊 你回来的真不是时候 王大海挂断电话说道 刚刚接到报案 一间高端小区里 发现了一名女性死者 这名死者身份不一般 估计案子 又要被上头限定时间 又要限定时间 上面那些领导 到底怎么想的 我们是警察 不是神仙啊 不是哪件案子 都能在极短的时间内破获 马如龙忍不住抱怨的 警察破案又不是厨子做菜 三两下就能做好 好了 我要抱怨了 王大海瞪了马如龙一眼 说道 陈队不在 这次案子由我代队负责 我先向你们简单通报一下 死者是金采薇 一名警员目瞪口呆地说道 怎么会是他呀 金采薇是谁啊 我不解问道 警员瞠目结舌地说道 林哥 我真怀疑你是不是现代人 竟然连金采薇都不知道 金采薇是咱们国内最火的明星 影响度比之前死掉的 那个女明星还要大 粉丝数量高达四千多万 此话一出 众人纷纷长须断谈 警方办案最怕碰到 这种身份显赫的死者 一旦这些人遇害 警方头上等于被压了一座大山 各方舆论还有来自上级的压力 全部会集中在办案人员身上 特别是像这种影视明星 影响力比那些富豪大出数倍 影视明星拥有广泛的受众群体 并且还有许许多多粉丝 这群粉丝疯起来 就连警察都怕 看到人员集结得差不多了 王大海一挥手 示意众人上车 前往案发小区 路上的时候 王大海通过对讲机 更加详细地介绍了金采薇的情况 金采薇今年22岁 16岁的时候 以模特身份出道 之后转身为歌手 最后成为了横跨演艺圈 以及歌唱圈的双料明星 早年节 他曾经去国外参加过影视节 获得过影后规官 案发现场的辖区警员已经先一步来到了这里 建立了警戒线 十几分钟后 我们也赶到了案发小区 接管了现场的检查工作 我拎着工具箱快速走进移动单元楼 片刻之后 我 王大海 梁天 马如龙进入电梯 来到了15楼 15楼只有一户人家 属于独门独户的高档住宅 由于辖区警局没有法医科 因此 虽然屋中有警员 但并没有对尸体进行移动和检查 我进去之后 看了一眼死者的被害情况 死者仰面倒在地上 身上没有伤口 不过死者的脸 却能把人吓得魂飞胆散 金采薇生前非常漂亮 身体曲线以黄金比例 占心在众人面前 可惜 他遇到了一名残忍的凶手 凶手不知道用什么办法 杀死了金采薇 用用刀 残忍地将他的脸割得一片模糊 金采薇脸部肌肉刀子切开 脸部皮肤已经没有了 红彤彤的肌肉组织向外翻着 死者眼皮被刀割下 眼球也被挖了出来 两只眼睛变成了两个空洞洞的窟窿 马如龙看了一眼就不敢再看了 转过头骂道 又是个变态杀手 像金采薇这么漂亮的女人 她怎么下得去手啊 把女人最引以为傲的脸 弄成了这副样子 你都说她是变态凶手了 不这么做怎么体现出变态啊 我强大精神冲着身后的王大海说道 王副队长 是谁发现的死者 进来 王大海冲走廊喊了两声 一名穿着保安制服的男人走进来说道 几位警官 我叫李强 是负责这栋楼安全的保安 今天我例行巡逻检查宣防通道 来到十五楼时 闻到了一股刺鼻的血腥味 我推开防火门 看到金小姐家门敞开 我以为家里进了小偷 拿着警官进来 然后 就看到金小姐死了 李强被吓得不轻 但还是完整地讲述了 发现死者死亡时的情况 王大海追问细节 李强大部分细节都不记得了 只知道闻到血腥味 然后过来 看到大门敞开 在客厅里 就看到了金采薇的尸体 王副队长 尸体身上没有明显尸斑 死亡时间应该不久 我蹲在金采薇的尸体旁 检查着尸体体表 发现体表上 只有几个若隐若现的尸斑 我将死亡时间锁定在了 八到五个小时之间 在此期间 人体血液会慢慢凝结 进而生出尸斑 不过由于时间太短 尸斑不是特别的明显 小林 你过来看看 梁天的声音从卧室里传来 我走向卧室 倒吸一口凉气 卧室里边满是手印 这些手印 是用鞋染成的 特别是在靠近门的梳妆台上 几乎被斜手印染满了 梳妆台中间 放着一个圆形的化妆镜 镜子中间被人用拳头打破 鲜血混着玻璃碎片 给人一种恐惧莫名的感觉 我认为凶手是在这里 被死者下手的 当时死者并没有马上死亡 曾和凶手挣扎过 但最后力不能支 被凶手杀害丢在了客厅 梁天认为卧室是第一案发现场 我看了看卧室四周的环境 也有这样的想法 紧接着 我叫来两名警员 对卧室进行全方位的检查 走出去继续检查金采薇的尸体 过了一会儿 我发现金采薇体表特征有点奇怪 金采薇的血管向外凸显 说明死者死亡之前 曾经承受过剧烈的刺激 这种刺激 促使人体内的肾上腺素快速分泌 进而产生了儿查分胺 儿查分胺加速挥发 会导致血液升高 出现血压上升 血管凸现的情况 死者可能承受不住凶手 在他身上的折磨 导致心脏骤停而死 这也解释了 为什么没有在死者身上 发现明显的死亡痕迹 师父对不起 我来晚了 这时 米粒急匆匆从门外跑进来 不停地向我道歉 你怎么才过来啊 我家里出了点事情 本来和陈队请了半天假 听说这里出了案子 我就赶了过来 我还以为米粒是迟到了 原来是家里有事请假了 说道 来了就好 死者可能死于心脏受停 当然 这只是我的个人判断 具体是不是这样 还需要带回解剖室 做尸体解剖 你继续检查尸体的体表状况 如果有新的发现 马上告诉我 小林 你的意思是说 死者是被自己吓死的 王大海走过来说道 我点点头说道 死者心脏加速运行 导致心肌肝瞬间撕裂 自己吓死自己的可能性很大 我用科学的方式 向王大海和其他警员解释 认为凶手对死者脸上施暴 目的并不是要杀害死者 只是想要毁容 死者因为承受不住毁容打击 心理加速跳动 最后自己吓死了自己 会不会是粉丝做的 王大海沉声说道 我抿了抿嘴说道 据我所知 有些疯狂的粉丝 的确会用暴力方式 接近自救下 但还没听说 哪个粉丝杀死偶像的 师父 没想到 你的娱乐圈这么了解 还知道私生粉 米粒笑嘻嘻说道 王大海表情不快道 米粒 咱们是在案发现场 你觉得这么笑好吗 看到王大海生气了 米粒兴兴地缩了缩脖子 我劝道 王副队长 米粒年纪小 不懂事 你别和他生气 咱们继续讨论案情 凶手是不是粉丝 还有在确认 我更倾向于 凶手是演艺圈里的人 以毁容的方式 毁到金采薇 岂有可能是要利用这个机会 借机上位 王大海叹气道 唉 娱乐圈的事情真是麻烦 先把尸体运回去进行解剖吧 至于情况到底是怎么样 等到陈队回来 咱们再开个会商量 好 我询问米粒有没有新发现 米粒摇摇头 和我一样 认为死者死于心脏骤停 见到没有新的线索出现 我让警员打电话联系殡仪馆 让他们派车 将尸体运回警局 等待运尸车的过程中 现场警员做的有条不紊的检查 首先 警员们检查了死者房间的财务情况 发掘房里没有失窃的痕迹 并且房门也没有被人暴力撬动的西向 这说明 要么是死者主动开门放凶手进来 又或者是 凶手跟死者是熟人 知道死者家的电子门密码 王大海叫来马如龙 让他去联系金采薇所在的娱乐公司 走访死者的同事以及关系人 在查询死者死亡之前 有没有和人发生过冲动 马如龙的脸笑开了花 见状我不用猜都知道 这小子心里想的是什么 死者所在的娱乐公司一定有很多美女 马如龙一定是在想 可以和那些美女们近距离交流 有时候我实在搞不懂马如龙 明明是个富家少爷 干嘛这么可待自己啊 别的富家子弟每天不是美女陪着 就是名车游艇玩着 马如龙作为富二代中的领军人物 这些东西对他来说是唾手可得的 可是马如龙不走寻常路 没有像别的富二代一样 混吃等死的过日子 反而投靠警校成了一名警员 梁组长 带领你的情报组 尽量在网上挖掘有关金采薇的痕迹 王大海有条不紊地下达命令 让梁天从两个方面着手调查 第一 检查金采薇经常使用的社交网络 然后检查有多少依附他的粉丝团 第二 尽快破开金采薇的个人电脑和手机 明白 梁天回答得干脆利落 打电话通知组员上来 把电脑和手机带回局里做技术分析 我的天 突然 一声大叫响抽屋内 我们顺着声音来到厨房 看到一名警员呆若目击地盯着厨房的橱柜 王大海不解地说道 你发现什么了 警员戴上手套 小心翼翼地从橱柜里拿出一包东西 这 这是四号 王大海接过东西 表情变得非常严肃 没想到 风光无尽的金采薇 竟然是个银子 马竹龙唏嘘地说道 我沾上这玩意儿 这辈子算是毁了 我看看 我接过王大海手中的塑料袋 里面放着半包白色粉末 粉末质地非常的蠢 应该是四号里的高档货 他怎么会吸这种东西啊 我自言自语地说道 我知道 蜜莉举起手说道 我听说 你明星为了保持身材 会用各种办法控制体重 有的明星会用催吐的方式 将吃下的食物吐出来 有的人会刻意在身体里边养回虫 还有的明星 就是靠吃这种东西 保持二人的身材 我的乖乖啊 这是娱乐圈 还是精神病院啊 王大海恶然道 再想保持身材 也不能用这些自残的方式 特别是四号这种东西 碰它一下 一辈子都脱不开啊 此话一出 周围的戏份变得极度压抑 众人一眨不眨地 盯着我手里的塑料袋 表情变成了愤怒 这包东西的主人 应该不是金采薇 我的这句话 像是一颗重磅炸弹 大家用匪夷所思的目光 盯着我 王大海说道 东西是在金采薇家里 厨房里搜出来的 怎么不会是他的 长期吞服这种东西 会让人的皮肤变得干燥 并且身上会带有一股 抑制不住的异味 我刚才检查了金采薇的尸体 金采薇皮肤吹痪可破 身上有一股非常清香的味道 种种迹象表明 他不像是个隐君子 不是他的 那为什么要放在自己家里的橱柜 王大海疑惑地说道 一旦这种东西被发现 金采薇不管要承担 法律上的责任 演艺事业也会彻底中断 我明白王大海说的意思 但这包东西到底是怎么来的 需要我们进行调查 想了一会儿 我突然发现一个情况 保安刚才说 是闻到血腥味才发现的尸体 可是尸体脸上的血腥味 不足以传递到外面 况且隔着一层防火门 保安根本不可能闻到 即使是我也只有走进了屋里 才能闻到血腥味 难不成保安的鼻子比我还灵吗 第244集 就算是这样 我也不觉得 保安能够隔着一堵防盗门 闻到屋内的气味 我能够闻到微不可闻的血腥味 除了有灵敏的鼻子 还因为我有多年的医疗工作经验 长时间工作的情况下 我才能练就这身本事 保安没有相关的从业经验 根本不可能闻到 我越想越奇怪 感觉保安的回答有问题 米丽见我一言不发 还不时露出冥思苦想的模样 好奇说道 师傅 你怎么了 是不是在想这包东西的来历 不 我是在想另外一件事 我将米丽叫到外边 将保安身上的疑点讲给她听 米丽压低声音说道 师傅 你觉得保安是凶手 说不好 就算那不是凶手 身上也有嫌疑 我想了一会儿说道 保安现在在外面接受盘问 你过去旁交侧击问问 你是女孩子 保安不会对你有太多戒心 记住 千万别露出对她的怀疑 如果实在打听不出来 宁可不问 也不能打草惊蛇 师傅 你放心好了 米丽一脸自信地走到门外 案发现场有太多疑点 莫名出现的四号 以及屋中的血手印 无一不再证明 这案子不单纯是恐吓 背后可能有其他的东西 加上死者金采薇深圳的疑点 他恐怕也不是什么简单人 人前风光无限的金采薇 人后不知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情 几分钟后 米丽从外边进来 悄悄地说道 报告师傅 刚才我不动声色地问了几句 保安对答如流 不过我发现 他的目光闪烁 好像在刻意隐瞒着什么 看来我的猜测没错 证明保安有问题 我说道 运势车来了没有 来了 就在楼下 米丽看了一眼地上的尸体说道 现在要把他运走吗 运走吧 我去厨房找到王大海 将自己的猜测 以及米丽刚才看出的情况 一股脑告诉他 让王大海想个办法 将保安带到警局盘问 王大海重重点了一下头 出去安排带保安回警局的事情 十几分钟之后 屋中的保安数量非但没有减少 反而愈加得多了 一批特殊警员来到这里 为首的是一名长着国字脸的中年男人 我们很懂规矩 没有询问对方的名字和身份 中年警察挥了挥手 门外进了两名牵着警犬的警员 两名警员分别牵着警犬 来到厨房跟卧室进行检查 不大一会儿 卧室里的警犬发出好角 中年警察带着剩余手下进去 片刻之后 众人从里面出来 手里多了几包东西 王大海独自过去和他交涉 这些人走后 王大海拍拍我的肩膀 你肩膀上的担子 恐怕又要中了 这件案子 已经不仅仅是咱们 行侦二队一家的事情 那个部门也要介入 我明白 我强几出一丝笑容说道 回去以后 我会仔细解剖金才卫的尸体 看看他的血液里 有没有这种东西 王大海语气沉重地向我发出提醒 我明白王大海的意思 一旦涉及到这种东西 什么案子性质都会改变 怎么呀 你怎么就死了呀 我还没来得及看你最后一眼 今天的场面 要多热闹又多热闹 特殊部门的人刚刚离开 门外又冲进了一名中年男人 中年男人身体肥瘦 身高一米七左右 一进来就哭成了泪人 站在原地哭天喊地 我们几个被他的反应 弄得满头雾水 王大海语气威严地说道 先别哭了 这里是案发现场 闲杂人等不得进入 你是怎么通过下面的警戒线 那几位警官 你们一定要为财威报仇啊 胖男人紧紧握着王大海的手 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说道 我是他的经纪人 采薇是我一手捧红的明星 就和我的亲生女儿一样 如今他惨遭不测 我要把凶手碎十万段 我有点事情需要问你 王大海控制住了胖男人 将他朝楼下带 与此同时 尸体被运到了车上 米丽打电话告诉我 运势车即将发动 我乘坐另外一部电梯下楼 坐上运势车 返回刑侦二队 由于案件的特殊性 这一次解剖将由我一个人完成 我把米丽留在外面写报告 用手术刀将尸体的腹枪抛开 死者死亡时间不久 解剖过程并不费力 划开了死者的腹枪 我在检查完死者腹枪里的脏器之后 并没有发现不该有的东西 紧接着 我又小心解剖死者皮肤 同时检查死者的手指甲 之前我和梁天在死者的卧室中 发现了大量的血手印 侧面证明 死者曾经和凶手搏斗过 或许能在指甲缝中 找到凶手的皮肤纤维组织 这是什么呀 检查过程中 我嗅到死者手指上 有一股轻牙的香气 这股香气不像是化妆品 很像是某种药物的味道 但是一时之间 我就想不起在哪闻到这股气味 暂时将疑问放到一旁 我的目光重新放在了死者的脏器上 虽然没有在死者的血液里 检查出不该有的东西 不过我还是有所发现 死者心脏 有许多暗红色血液斑痕 这些斑痕 是血液快速涌动 最后凝结出的痕迹 证明死者 真是死于心脏收听 死因可以得到确认 至于后面的情况 还需要进一步解剖检查 下一秒 解剖室的门被人敲响了 我解下口罩 过去将门打开 师父 王副队长派人过来 说保安的确有问题 主动交代 他在发现金采薇死亡以后 将死者手上的戒指和手镯偷走 除了这些呢 保安发誓 他是闻到血腥味 发现金采薇已经死了 为了不被警方发现 自己偷了死者财物 保安用屋中的湿巾 擦拭了死者手上的痕迹 这个混蛋 听到这句话 我顿时气得半死 死者的手肯定接触过凶手 上面留有凶手痕迹 如今 被保安用湿纸巾擦掉 无形中增加了破案的难度 由于保安的胡作非为 导致死者身上 可能接触过凶手的线索 荡然无存 不仅为侦破案情增加难度 也让他自己陷入到牢狱之灾 紧接着 我让米丽回办公室继续写文件 转身走回解剖台旁 检查尸体无果的情况下 我的目光放在了死者的胃部 如果胃里还是查不出 有价值的东西 这件案子恐怕会陷入僵持 我使用手术刀 小心翼翼切开了死者的胃 胃中发现了少量的食物残渣 除此之外 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案子开始变得棘手 死者身上 没有任何能够指向凶手的线索 由于凶手指纹已经被擦掉了 尸体能够为警方带来的线索 少之又少 见到检查无果 我只能放弃继续检查 拿掉身上的装备和工具 回到办公室洗了把手 现在几点了 米丽站起来看了一眼手表说道 师傅 现在已经是晚上七点了 你还没吃饭吧 我去食堂给你打饭 不用了 你下班吧 我挥挥手说的 时间不早了 赶快回家休息吧 明天开始咱们恐怕有的忙了 米丽点的点头 收拾好个人物品 离开办公室 我坐在椅子上休息了一会儿 随后拖着疲惫的身子 走向警局食堂 食堂里已经没有用餐的警员了 几名大师傅正在收拾餐具 见到我进来 一名胖乎乎的厨师说道 警官啊 食堂又下班了 你要是没吃饭 还是去外边吃吧 师傅 你是新来的吧 没错 胖师傅点点头 难怪看胖师傅面生 我早到桌前坐下 拜托他随便给我弄点东西 我实在是没力气去外面的饭店吃饭了 胖师傅点了点头说道 肉菜都已经收了 我用手头现有的东西 给你下一碗鸡蛋面 怎么样 可以 我没有多说 单手煮着脑袋 沉思这件案子 有没有什么遗漏的地方 不大一会儿 我闻到一股葱花呛锅的味道 转眼一瞧 师傅已经将炉灶打开了 正用铁锅 在锅里翻炒着爆过油的葱花 随着面条下锅 一股沁人心脾的香味 传入我的鼻中 我不由自主走到窗口 看着师傅手上的动作 虽然只是一碗 简简单单的鸡蛋面 但是胖师傅做得却非常认真 下锅之后 他不停地用筷子搅拌 防止面条糊掉 见我对他的手艺好奇 师傅一脸得意地说道 警官 这是我自己做的手工面 又好吃又筋道 包你吃了一碗 还想吃第二碗 你再等等 三五分钟就能好了 我随口问道 师傅 您是什么时候来警局当书师的呀 没多久 也就几天 我看你手艺这么不错 怎么不去大饭店呢 我好奇道 师傅头也不太爱地说道 虽然警局食堂给的工资不高 但胜在工作稳定 并且还有保险 像我这么大年纪了 不就图个安稳吗 是啊 神这一辈子不就图安稳吗 我笑着说道 谁说不是呢 胖师傅将锅盖盖上说道 自从来了警局干活 我才知道啊 警察看上去风光无限 可实际上比我们老百姓还不如 一旦有大案子 通宵工作简直是家常便饭 很多人对你们都不理解 认为你们警察办案拖沓 可是我却知道啊 你们比谁都想抓到凶手啊 师傅 谢谢你的理解 我说道 不过我不是警察 我是法医 名字叫林然 法医也很辛苦 胖师傅不假思索地说道 我听几个小公讲啊 你们当法医的比警察还忙 电话要二十四小时开着 哪怕是睡到三更半夜 一旦接到警情 又立刻从被窝里爬出来 赶到现场 检查那些恐怖的尸体啊 我连连点头 这种被人理解的感觉真好 很快 胖师傅将面条从锅中捞出 放进了一只大海碗里 我用托盘将面条拿回餐桌 狼吞狐咽地吃着 吃到一半 我的手机响了 见到是马如龙打来的电话 我放下筷子 将嘴里的面条吐回碗里说道 怎么了 破事分面给警局打电话 询问大明星金采薇 是不是死了 啊 我听后一冷 说道 案子处于保密之中 报社是怎么知道的呀 马如龙没好气地说道 也不知道哪个混蛋 向报社写的匿名信 说金采薇在家遇害 凶手尚未找到 今天仅仅是报社 我估计啊 明天电视台 还有外地的媒体 都会去到这里 陈队让我通知你 一旦遇到媒体人 绝对不能说有关于 任何案情的事情 并且闲聊也不想 免得被他们探出口风 我知道了 我挂断电话 单手点着桌子 越想越觉得 这件事没有表面上 看上去那么单纯 警方到达现场之后 对现场进行了周密的布控 发现尸体的保安 已经被控制了 金采薇的经纪人 也被警方下了封口令 甚至就连小区物业 和住在同一楼的居民 警方也向他们发出了警告 在这种情况下 谁有这么大的胆子 将一件尚未破获的案情捅了出去呢 难道他不知道 这么做某种程度上 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吗 不好 几分钟后我的脸色大扁 感觉面前的面条一点都不香了 我怀疑 发匿名信的人 不是无聊的吃瓜群众 很可能是凶手本人 凶手以残忍的方式 对付金采薇 说明跟他有着不共戴天的冤仇 如果金采薇的死讯被警方隐瞒 凶手那边一定是不肯善罢甘休的 他要把事情捅出去 让人知道 大明星金采薇 以恐怖的方式死在家里 一旦事情传播开 各种小道消息流言蜚语 就会如雨后春笋般涌起 说不定金采薇以前的一些黑料 也会被人扒出来 郑重凶手下怀 林哥 你快过来 就在我准备继续吃面的时候 马如龙急匆匆地出现在食堂 二话不说 抓着我的胳膊 将我带到了陈可欣的办公室 办公室里 陈可欣手拿鼠标 双眼紧紧地盯着电脑 见到我进来 陈可欣说道 林燃 你过来瞧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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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